如果计算美国某些州份比较有钱 例如加州、纽日州 他们是过五成以上的人 是有机会被新的征税因素 所以会有即时的负面反应 但刚才提到为什么 未必对美股不太长远影响 始终加税这件事 拜登也早已说过 大家都有预计这个方向 只不过当时未真正知道 更加的幅度或力度 反而反过来 可能要清晰一点 是这样的时间 因为很难预计不加 所以对美股的震荡性来说 未必是太持续 甚至 那么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订阅我们这个方向 我们本期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地方 就会比较好 我们计划的 我们下转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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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